白色轎车车型流线 车主平时保养维修 砸钱不手软 右边前后轮胎 最近全部换新 有不得已的服装 轮胎内侧被割5到10公分裂痕 车身倾斜根本不能开 只好叫脱掉车 把爱车拖去保养场 因为割痕太深 无法修补 必须全部更换 两条轮胎总共花了 一万五千五 更气人的是挡风玻璃 这张纸条 车主前车发现 轮胎遭人用利刃刺破 没想到挡风玻璃上面 贴着一张字条 说很抱歉 你们也是无辜受害人 想要赔偿的话 就找下面这两个人 这条内容让人越看越生气 写着很抱歉 你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想要赔偿就找这两位 一个是抛弃我的男人 拿我的钱养女人 一个是破坏我家庭的第三者 拿我的钱快活逍遥 要赔偿就找他还是他吧 无端颇起无辜 你的感情不幸福 结果你随便找人家下手 然后让一个 你不认识的人 随便便花了一万多块 去修理这台车 这手段很粗 电视器方面去调阅 现在锁定设嫌人 婚姻感情失和竟然去割 别人轮胎泄愤 假惺惺 留字条 请找父亲和跟小三顺帐 一共两名车主受害 已经报警 不排除对嫌犯提告 记得